Zither Harp 我们已经有解决气候银机所需的一切条件 唯一可能缺小的 大概就是采取行动的决心 这番说话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的 当中的我们是指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气候银机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就是受到这番说话的警醒 抱着媒体人的决心 希望制作出一套能够令香港人 明白全球气候问题的纪录片 我们派出了三支撤製队 冰分三路 第一队会去到冰岛 考察火山在全球暖化之下的转变 以及地热对冰岛人生活的影响 第二队会深入世界最北边的格陵栏 透过北极圆最大冰川的溶化 了解暖化所带来的种种灾害 第三队会去环保之国挪威 学习如何珍惜资源保护地球 以减缓冰川消失的速度 我们有两大目标 第一就是近距离接触冰川 透过双眼目击冰川融化的每一点 每一地 第二就是透过今次的旅程 了解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 关爱地球 对于北极和冰川 我只有一些很模糊的概念 这次有机会可以了解他们多些 自然紧张又兴奋 经过大约十个小时的机程 我现在就来到芬兰的首都 赫尔申基 等着转机去挪威了 其实从香港到部分的北欧国家 都是没有直航机的 很多时候都会在客业新机这边转机 再过两个小时左右 我就会到达这次旅程的第一个目的地 奥斯隆 这次由香港来到挪威的 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安琪 她就是香港大学 许士芬地质博物馆统筹 陈安琪, Angel 她对于全球气候问题很有心得 这次将会以顾问的身份 为我们解读挪威的冰川 好,我们在酒店吃完早餐 准备出发展开这次的环保之旅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说冰川 要来到挪威这儿呢 是不是挪威这儿的冰川 融得特别快呢 没错,挪威这儿的冰川 确实是融得特别快 不过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挪威这儿的政府 和人民对环保的支持 究竟怎么才算是最环保的生活呢 而政府有做什么可以挽救这个危机呢 我们来到挪威 可能会找到部分的答案 挪威是一个与瑞典、芬兰接洋的 北欧国家 面积超过三十八万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就只有四百七十万 是一个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 今年,全球暖化的问题 在国际间变得似热 而挪威就正正是环保舞台上 重要的角色之一 为了解决气候危机 挪威刚刚在今年的九月宣布 奥斯陆当局将会捐赠十亿美元 给一个智力抢救亚马逊雨林的 政府基金 除了出钱 他们还订立了相当多的政策 以达到减少费气排放的目标 例如极高油价和汽车进口税政策 就可以避免过度消耗能源 挪威的政府为了鼓励市民支持环保 少点驾车 就推出这种单车租用计划 只要你买一张这些单车租用卡 来到单车站这里 就能驾走这部车 当你使用完之后 去单车站那里拍摄我的车 就行了 每一张这些单车租用卡 大概需要港币一百元 就可以使用一季 你说是否有方便又环保呢 挪威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单在北极圈的地底 他们就拥有大约六十亿桶的石油储藏量 不过挪威人对于石油的需求很小 因为他们都明白到 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一样 在生产和使用的时候 都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对环境造成污染 透过踏单车来代替私家车 就是他们决心支持环保的最佳证明 得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很多时候都会令我们束手无策 人类的生活 一向深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 所谓社会文明 其实就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配合 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妥协 风和日丽的日子 我们生活得舒适写意 风吹雨打的时候 我们就只好躲在有瓦遮头的地方 小小的雨水 就已经令到我们活动有这么大的阻碍 如果气候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呢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 在2007年的报告里面 指出全球暖化的证据是确凿的 至于当中的成因 他们用到very likely这个字 来形容暖化和人类的活动是有关的 面对这个指控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回应呢 今天会正式开始我们的挪威之旅 第一站是奥斯陆 这次的挪威之旅除了看冰川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跟当地的科学家交流一下 所以今天我来到全挪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奥斯陆大学这里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领域还相当广泛 Angel, 不如我们走吧 走 在未出发之前 Angel在香港就已经和奥斯陆大学的几位学者联络过 和他们解释了我们这次来挪威的目的 大学方面知道了我们制作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节目 就立即帮我们安排了这次的访问 今天我们约见的 Dr. Svensson 是全球气候转变的专家 曾经发表过很多科学文章和书籍 他的理论也深得科学家的重视 所以我们一来到就急不及待向他请教有关的问题 他还和我们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同样在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Angel 当然对Dr. Svensson的其他研究也很有兴趣 其实现在科学家对于全球暖化的原因 还是极具争议 有些人说其实是人类所影响 有些科学家也说 其实这个只是自然现象 现在这幅图讲解一个例子 如何影响全球暖化的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地壳 其实地壳里面包含了很多碳元素 当这些地板里面有些熔岩涌出来的时候 它们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是高到摄氏1100度 而这个这么热的熔岩 它会令到地壳里面 这些碳元素的液体转化为气体 这些气体受压的时候 它就会涌上地面 而去到我们的大气层那里 而这些气体就会破坏 我们的臭氧层的气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天然的现象 如何去令到地球暖化 所以是人类的活动 其实会影响 草原材质量流出? 我们的活动是 例如乘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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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的酸化和酸化 我们拿出我们的地球 拿出我们到地球 然后在地球上 然后放入地球 然后再放入地球 再次回应到地球 这些东西的东西 都会发生了 但造成了自然之间 而造成了颜色 而造成了颜色 所以我们其实 发生更多草原材质 今天 那些事件事 所以有很好的理由 在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關於全球暖化 其實有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大氣溫度是否真的在升高? 第二,暖化是自然變遷 還是人為造成的? 第三,暖化可能衍生的天災 是否真的會出現? 以上的問題 各界的專家依然未有一個定論 在個別的課題上面 它們甚至會提出相反見解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這是一個風險管理的問題 當我們對一個危機有疑問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抱著防患未然的態度呢? 在挪威的北部 我們看到一個完全被冰雪覆蓋的世界 這個冰河時期的遺跡 隱藏了大量全球氣候轉變的資訊 包括冰川流動的證據 冰川消退的痕跡等等 至於挪威的南部 也可以找到幾萬年前冰河時期消退的遺跡 認識挪威 可能就是參與暖化問題的第一步 既然是冰河時期消退的遺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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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跡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遺跡 對, 遺跡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對, 遺跡 好兵 遺跡 涉跡 走 可以 要不要有 會 回家 遺跡 及廉告 起床 遺跡 對冰島的影響, 我們決定親付冰島 看到了, 從剛才一路掃過來 全部都是我們一行十幾人 要帶去冰島行李 現在我們就要準備去檢查 這次還有我們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 以及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的 陳龍生教授 最期待就是看到火山、冰川 或者北極紅, 甚至極光 香港沒有直航機去冰島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就要經過倫敦轉機 來, 我們看 二十多小時來到這裡 一來到就已經下雨又冷 機程其實不是二十四小時 但中間有一段要等四十多小時 那段時間好像冷藏了一點 不過很過癮, 又寒又濕 現在的溫度就是九度 表現上看起來好像不太冷 因為有風又下雨 所以有點濕濕的濕爛的感覺 有百倍香港這麼大的冰島 人口只有三十二萬 大部分都是屬於日耳萬族 他們的官方語言是冰島語言 不過差不多所有冰島人 都能夠說流利的英文 而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我們第一站就是去到冰島的首都 雷克雅美赫 全國接近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集中在這個首都生活的 在首都, 覺得冰島跟一般的北歐國家 沒有什麼分別 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冰島的真正魅力 就一定要看得更闊、更高、更廣 而唯一的做法就是飛上天空 冰島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國家 離開首都雷克雅美赫的上空 我看到一道綿綿長達幾千公里的懸崖 原來這裡就是歐洲板塊 和美洲板塊接壤的地方 也是陸地上唯一可以看到的板塊邊緣 冰島有接近二百多座大大小小的火山 當中有三十多座還是活火山 而這些活火山平均五年就有一座會爆發 眼前所見的冰島不僅有冰川 還有星羅奇報的火山 難怪它又被稱為冰與火之國 這次不是第一次搭直升機 不過搭直升機有一邊門開了 那些風這樣吹過來真是第一次 無論你自身過火山口也好 冰川也好 但真的在上空看下來的感覺 震撼力是很大很大 大自然是有它的規律的 我們可以嘗試克服它 可以去征服它, 但絕對不可以騷擾它 它們消失的時候 我們人類也要在地球上消失了 在首都停留了一晚之後 第二天, 我們就把握時間 決定去到全歐洲最大的 華特納冰川走一趟 我們現在就要從冰島的首都 出發去傑古沙龍湖 大概要坐車三個小時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南面的一號公路 是唯一通往傑古沙龍湖的公路 一離開首都雷克雅美赤 就覺得很荒涼 坐了半小時 兩旁都只看到熔岩遺跡 還有一堆堆的火山灰 開始接近郊區的地方了 不如我們下來看看風速是多少 風速可以去到每小時55.4公里 其實冰島的郊區可以說風會越來越厲害 我們一直向著郊區進發 不知道待會會再大風一點 很奇怪 一路走都不見有樹木、花草、河流等等 也不見有民居 在車上坐著坐著 突然讓我們發現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觀 在灰黑色的熔岩上 竟然鋪了一層層綠色的地衣 我們也覺得很興奮 所以馬上下車看看 為什麼只在這些地面上 才特別多, 像這些地衣 其實我們踩上去覺得 它好像是軟臨的地毯很舒服 對,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岩石都是很新的 可能是不足一千年之內的噴法 所以沒有一個很厚的土層 所以生長得最好的 又缺乏土層的植物 就是這些台線類的植物 對, 這樣就好了 親身搭在這些 好像厚地毯的地衣上 感覺很舒服 不過突然間 撐著我們是插錯腳 踩到前面的這個地洞 聽教授說 這些地洞下面 其實是一個很中環交錯的管道 陳隆生教授 他就是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的教授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這些就是融蟻在地殼下流動 劃成一些管道 你可以從這裡一直到這裡 裡面是相通的 當融蟻流動的時候 表層已經硬化了 到最後融蟻都流走的時候 就剩下一個管道 暖化對地衣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還在研究中 不過暖化就會威脅內寒植物的生育地 最終可能會滅絕 斜程過了一小時之後 我們眼前所見的不再只是地二 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原 我們還發現一些外形很嬌小的馬匹 他們就是冰島獨有的冰島馬 在冰島這裡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我身後這種馬 他們大概一千年前來了這裡 一直都沒有跟其他馬進行配種 所以他們可以算是純種馬 除了馬之外 我們還看到有很多羊 這裡的人最主要的食糧就是羊肉 而冰島裡面大概有一百萬隻羊 可以看到這裡的草 其實全部都沒有受到污染 也十分乾淨 所以冰島的羊肉也被評為綠色食品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說 生態系統雖然會隨著環境而演化 但是必須要慢慢適應 如果在短時間內發生巨大變化 很多生物都會有滅絕危機 如果不控制的話 我們今天所見的這些冰島特有的 冰島馬和羊都會永遠地消失 離開牧場之後 人煙和生畜又再次變得越來越少 不過我們就看到另一種 香港難得一見的壯麗景色 眼前的就是牧羊瀑布 在冰島這裡有很多高地 也形成了很多生後片這樣的瀑布 這個瀑布就叫牧羊瀑布 為什麼呢? 因為夏天的時候 很多羊會特意來到這裡吃草 冰川融化之後的水 會隨著四方八面的地勢流走 慢慢就形成一條又一條的河道 由於地殼變動 以及頻密的火山爆發 令冰島的地勢高低不平 很多地方的落差還非常大 當河水來到這些落差位的時候 就會急速下墜 形成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這麼漂亮的瀑布 上面有好幾層的物質 你看到一些較粗粒的 就是一些火山噴發出來的 一些碎屑的溺石 另外在中部那一段 有一些較薄層 就是一些火山灰的 一些較為小粒的沉積物 然後最頂部就是另外一層 本來是一些熔岩 流到這個地方又慢慢形結 那些哲理基本上就是 岩漿冷卻的時候收縮而形成的 一個峭壁是記載了一個相當長時間 不同噴發的周期的一個歷史記錄 冰川、火山、瀑布 各式各樣的自然美景 令冰島成為一個貴麗的人間天堂 不過地球暖化 令這個人間天堂 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險 冰島上的冰川正迅速溶化 有可能導致大地震發生以及火山爆發 而溶化了的冰川水湧入大海 令水位上升 威脅全球低瓦地區人民的安全 下一集 我們會去到全歐洲最大的冰川 華特納冰川 親眼目睹冰川溶化的震撼情況 看見這麼漂亮的景大副相機的鏡頭 又不夠闊,那可以怎樣呢 可以加一個魚眼鏡或超廣角鏡 無論是冰川、火山還是草原 全部都可以拍到 MING PAO CANADA